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是小甜阿写的》 与爱第198集 你发什么愣啊,给你爸打电话啊 他是惊吓的公公,也是亲属,能签字 况且老爷子身经百战,肯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一旁的张扬推了推陆毅 只差抢过他的手机,自已给老陆拨电话了 陆毅回了回神 一边呢喃着对对,一边赶紧给老陆打电话 不知是害怕还是紧张 他的一双手不住地颤抖,好一会儿都没能顺利地拨出电话 张扬从陆毅手里拿过手机替他拨号 接通之后也不用陆毅开口 自已和老陆把情况说明白,然后继续送他去机场 我陪你回去 张扬把手机揣进兜里,坚定地打着方向盘 拐进机场的停车场 他知道陆毅的经历,知道他的担心和畏惧 陆毅心里一阵慌乱,全然没了往日里那个镇定自若,叱咤一方的模样 老陆仔细地和医生确认了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不适合身边跟着的女人低头潜聊几句 似乎是在征寻着他的意见 蓝毅和杨月愣愣地看着老陆 他们可以清楚感受到老陆身上那股强大的气场 绝非一般人所能拥有的 医生,今下的安全就拜托给你了 务必要保他健康 老陆签完字,握着医生的手工身叮嘱 医生点头,进手术室前又回头看了一眼老陆和他身边的女人 杨月偏头看看蓝夜,压低声音嘀咕,刚刚那个医生冲他笑了 蓝夜也看在眼里,却没有接杨月的话 老陆的身份他略有所闻 只是知道的并不算多,不敢确定眼前女人的身份 他刚要开口,手机又响了 蓝总,长青的蓝总出事了 涉嫌经济犯罪,刚刚被带走了 什么?蓝夜一下急了 他太了解蓝家轩了,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但是,打电话的是他最信任的助理,不可能跟他开这种玩笑 他还没反应过来,助理又紧接着抛出另外一颗炸弹 还有一个热搜,是关于陆总和金老师的 蓝夜赶紧退出去看微博 一个晚上发生这么多事 看来严氏帆是打算在年前把松柏内部清理干净了 热搜榜上,松柏中国区总裁与女下属的新闻挂在第一位 再往下就是蓝家轩的那条热搜,没有明确提到名字 但业内人士一看就知道在说谁 我知道了 蓝夜匆匆挂断了电话网出走 走了没几步,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又反身折了回来 蓝家轩没什么背景 日常处理也低调谦和,不可能有什么仇家故意设计陷害 如果有,那就是他 严氏帆在这个时候同时让陆毅和蓝家轩出事 就是要牵制他的精力,防止他帮陆毅出谋划策 顺便给他一个教训 背叛他的教训 蓝夜冷哼了一声 后悔自己当初识人不清,才会有了如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陆伯伯,我是蓝夜,陆毅研究生时期的同学 现在有点事需要请您帮忙,不知道陆伯伯肯不肯出手 嗯,你说 老陆并不拒绝任何能亲近儿子的机会 他都会抓住 蓝夜将邮件和热搜一一给老陆看过一遍 连带蓝家轩的事也一并提起 严氏翻打了他和陆毅一个措手不及 加上惊吓的这个意外,他们已经处于下风 若没有老陆的帮助 这件事发酵起来之后会更难处理 陆伯伯,现在一是要压热搜 二是要搞清楚严氏翻接下来的动作 我立刻让公关部做事 热搜不是问题 至于严氏翻 压热搜不是什么难事 花钱就能办到 但是严氏翻毕竟是松柏投资的总裁 老陆不可能轻易获取到任何和他相关的信息 蓝叶暗自舒了口气 他要的就是老陆的这个反应 陆伯伯,我冒昧恳请 您帮我把长青的那则热搜也一起压下来 至于严氏翻那边 我会想办法尽快了解清楚 我在总部待过几年 和严氏翻也算有些交情 这件事我应该能查到一些信息 好 老陆盯着蓝叶 没有片刻的犹豫 蓝叶冲老陆微微鞠躬 转身匆匆走了 杨月皱了皱眉 给关西晨拨出一通电话 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在这里照顾好惊吓 让关西晨帮蓝叶想办法去见一见蓝家轩 一切就绪之后 杨月才舒了口气 你是惊吓的 老陆递过来一瓶水 试探地看着杨月 杨月憨憨地笑着接过水 谢谢陆总 我是惊吓的发小 也是他的助理 陆总走之前还叮嘱我要照顾好惊吓 哦 老陆放心了 不是他担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 等待手术的时间 老陆拨了几通电话 交代了几件事情 然后继续守在急救室门外安安静静地坐着 杨月不时偷偷瞄一眼老陆 再看一眼 他身旁坐着的女人 心里悄悄揣摸着两人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